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厂里面一些事情 有些夫妻分居两地 就会在各自的地方找人搭伙过日子 这种事情几乎是办公开的 记得有个女性人大代表 还特意在会上提过这件事情 难道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下雨秋她 不 我不能这样怀疑下雨秋 也许她真的只是工作累了 加上大姨妈来的时候 心情受到了影响 所以才会对我冷淡了一些 我强行找了个理由说服自己 躺下身子 我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 不停地安慰自己 等下雨秋身子方便就好了 到时候肯定会展现她的温柔 即便这样安慰自己 这一夜我还是失眠了 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去 早上的时候 我被一阵声音吵醒 我眯着眼 原来是下雨秋正在换衣服 准备去上班 老婆 要不今天就别上班了 请个假陪我一天 我说道 不上班你养我呀 就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 下雨秋明显有些怒了 我脑海中如遭雷击 她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质问道 下雨秋似乎也意识到 说的话有点重了 没什么意思 我要上班去了 你有空就回家看看孩子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一个人在床上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有时候男人的崩溃 往往就在一瞬间 我回想起这些年在外一个人 为了这个家庭的付出 一开始 我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 兼职做游戏带恋 后来又开始写书赚稿费 这一切的努力 都被下雨秋刚才那句话 给无情地鞭挞了 这点工资够干什么 我承认 尽管我拼尽了全力 依然无法让下雨秋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这时候 我的电话响了 是岳母打来的 我暂时收回心思 接起岳母的电话 原来岳母听说 我放假回来了 便带着孩子 到室里面玩几天 我原本有些郁闷的心情 顿时释怀了 接下来的几天 下雨秋依然早出晚归 对我的态度依旧冷淡 几乎很少和我说话 更别说和我亲热了 每天晚上我都在煎熬中度过 失眠成了常态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她几乎都不在家里吃饭 即便岳母做好了晚餐 等她回来 她也说要加班 我不得不开始怀疑 下雨秋在这个恩县城市当文员 有这么多家不玩的班吗 这种事情 我又不好当着她的面问 万一她来一句 你以为我想上班啊 还不是你工资太低 就这样 整整度过了一个星期 这天下雨秋下班依旧很晚 到十一点才回来 身上又带着酒味 我压住想问一问的冲动 在她洗完澡后 柔声说道 今晚方便了吗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暗号 夏雨秋眼神不善 你能不能有点正事 整天就想这些 不是明天你休息吗 我想 我耐着性子说道 今晚同事聚会喝了点酒 改天再说 夏雨秋丢下一句话 倒头就睡 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就上来了 大声道 你什么意思 回来这么多天碰都不让碰 夏雨秋从床上坐了起来 冷眼看了我一眼 小孩和我妈就在隔壁房间 你大声嚷嚷什么 我顿十年了 的确 这种事情要是让岳母听到了也不好 但我心头的怒火 却无法得到发泄 我独自一人下了楼 去商店买了八瓶啤酒 坐在小区的木凳上喝醉了 直接躺下睡觉 第二天 是岳母和儿子叫醒的我 岳母问我 怎么在下面喝酒 是不是两口子吵架了 我支支吾吾不回答 这种事情让我怎么说出口 我心里暗暗决定 得找个机会去夏雨秋他们公司附近看看 从我的内心深处 绝对不想怀疑夏雨秋 当初她为了和我在一起 不但拒绝了无数追求者 还顶着家里面的压力 但夏雨秋的种种表现和半年前相比 差别太大了 让我不得不怀疑 如果不把事情弄清楚 我内心绝对无法平静 这天晚上八点 夏雨秋依然没有回来 我给她打视频 结果半天没有接 正当我打算拨打她电话的时候 夏雨秋发来了微信 再和同事们吃宵夜 晚点回去 看到这条信息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我在外面的时候 每次打电话给夏雨秋 她抱怨最多的就是工作累 发的钱根本不够家里开支 当时我还极力劝她 钱不够了就和我说 可从这几天我到家的观察 夏雨秋的生活 似乎远远没有想象中那般凄惨 甚至我觉得 她比我过的滋润太多了 当然作为一个男人 让老婆孩子过上好一点生活 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下了楼 在街边扫了一辆电动小黄车 骑着车直接赶往夏雨秋公司 我知道她公司附近 就有个大型的夜市坛 如果她真的是和同事吃宵夜 八成就在那个夜市坛 十多分钟后 我到达了夜市坛 找了没多久 果然在一家名为 手包大虾的摊位前 看到了夏雨秋 她的确是在吃宵夜 同桌有男有女 而坐在夏雨秋身旁的是个挺得大肚子的男人 男人看起来应该快五十岁左右 头发都已经秃了 夏雨秋和她又说有笑 夏雨秋今天穿的是一件米色短裙 修长白皙的大腿 很是扬眼 我分明见到那个男人 时不时描向夏雨秋的大腿 一股无名夜火 在我心里生疼而起 冷静 冷静 就算这个男人有邪念 但这并不代表夏雨秋是那样的人 何况现在吃夜宵的 有这么多人 就算我冲过去也没用 我不停在心中安慰自己 我躲在角落监视 夏雨秋他们吃宵夜到十点多才散场 让我愤怒的是 夏雨秋居然上了那个老男人的车 我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冲了过去 可惜还不等我过去 老男人开着车已经走了 他们会去哪 会不会去开房 我脑海中全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想法 男人可以忍受在外面工作的所有苦 所有来自别人的鄙视 但无法忍受自己心爱人的背叛 这一刻 我突然觉得人生没有了意义 我在街边买了包烟 独自坐在路边抽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夏雨秋打来的 我仿佛是一个要坠入深渊的人 看到了上方抛下来的绳索 喂 我接起电话 手有些颤抖 柳豪 你怎么不在家 大晚上跑哪去了 夏雨秋的声音传来 我 我出来走走 别太晚了呀 夏雨秋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 然后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巴掌 柳豪啊柳豪 你怎么能轻易怀疑自己的老婆 也许那个老男人只是顺路把夏雨秋送回家 我收拾心情 再次扫了辆小黄车回家 进门后 看到夏雨秋正在辅导儿子写作业 这温馨的场面让我顿时心中一暖 对呀 我和他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现在小孩也生了 房子也装修好了 眼看日子越过越好 夏雨秋怎么会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这一刻我很内疚 觉得压根就不应该怀疑自己的老婆 晚上 夏雨秋在浴室中洗澡 我心血来潮 悄悄打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 看着夏雨秋站在领域下那完美的身材 我很快有了反应 你进来干嘛 夏雨秋喝道 同时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我笑着说道 好久没一起洗澡了 今天就一起洗呗 说完我从后面搂着夏雨秋的腰 手开始在她身上抚摸起来 夏雨秋打开我的手 我洗完了 你自己洗吧 她裹着浴巾出了浴室 我一个人站在领域下 心情再次变得低落起来 记得之前和夏雨秋不止一次地在浴室中玩过 现在她怎么就变得如此冷淡 曹操洗完澡 当我走出浴室后发现夏雨秋居然抱着枕头离开我们房间 你干嘛 我问道 你晚上睡觉打呼噜 影响我休息 我到隔壁和儿子睡 夏雨秋说完 转身出了房间 我愣住了 打呼噜这个事 在我认识夏雨秋的时候就有 之前她也提过 所以大部分时候我都会等到夏雨秋睡着了再睡 没想到她现在居然因为这个理由和我分床睡 有人说 夫妻之间的矛盾从分床的那一刻开始会越走越远 我的心如同被泼了一瓢冰冷的水 一个人坐在床头想了好多好多 脑海中再次回想起今晚夏雨秋和她同事聚餐的场景 餐桌上的夏雨秋笑得多么开心 为何到了家就对我如此冷淡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 第二天 我特意炖了排骨莲藕汤 这是夏雨秋最爱喝的 我发了条信息 晚上我炖了汤 记得回家喝 过了很久 夏雨秋回了去 知道了 晚上十点 夏雨秋依然没有回来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视频过去都没人接听 就连旁边的岳母都看不下去了 她也给夏雨秋打电话 依然没人接听 雨秋她可能 可能是在加班吧 我们先吃 岳母看出我的脸色并不好 安慰道 我只好忍者气先吃饭 到了晚上十二点 夏雨秋依然没有回来 这时候我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害怕夏雨秋在外面出什么事情 我疯狂拨打她的电话 给她发短信 都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岳母也给夏雨秋打了好多个电话 同样没人接听 我出去找找吧 我有些坐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 岳母的电话响了 是夏雨秋打来的 电话中 夏雨秋说她弟今晚请吃饭 酒喝多了 今晚就不回来了 岳母当时就把夏雨秋狠狠地说了一顿 让她今晚必须要回家 因为夏雨秋口中的这个地 只是她在学校结拜的一个异性朋友 说白一点 就是男闺蜜 对她这个地 以前我也见过 名叫周伟鹏 人长得很潇洒 女朋友没少谈过 听说最近才找了个比她大的有钱女人结婚 以前周伟鹏偶尔也会找夏雨秋吃饭 我从来没有管过 我明白 即便是夫妻之间 也应该给彼此一点空间 可现在夏雨秋的做法我就无法接受了 喝醉酒 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房中过夜 这绝对不行 我拿过岳母的电话 强人者怒火说道 雨秋 把你弟的住址发个定位过来 我现在过去接你 有什么好接的 我明天早上就回去了 说完 夏雨秋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的怒火蹭了一下就上来了 但考虑到岳母还在旁边 我忍者没有爆发 独自一个人回了房间 坐在床上 我的心情非常差 想到回家这段时间 夏雨秋对我的冷漠 我脑海中全是乱七八糟不好的想法 我跑下楼 去商店买了包烟 就坐下小区里 一根接了一根地抽着 平时我很少抽烟 几乎一年也抽不到几包烟 但现在一包烟抽完 我心中的怒火依然没有半点消退 我重新到小卖部买了三包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抽到天亮 早上打扫清洁的阿姨见到我脚下的那一大堆烟头 忍不住嘀咕了几句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抽烟不会把烟头丢到垃圾桶啊 换作平时 我绝对不会对上了年纪的清洁阿姨发火 但现在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我脱口骂道 唧唧歪歪 你拿个工资不就是干着活吗 骂完这句 我就后悔了 无论我心情多糟 都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可话已经说出口 没办法再收回来 我只好站起身离开 也许坐得时间太长 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起来 差点没摔在地上 姐夫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转头一看 是周伟鹏和我老婆夏宇秋 周伟鹏一直都叫夏宇秋姐 也称呼我为姐夫 她看了一眼我脚边的烟头 顿时脸色就有点尴尬了 说了句 昨天我老婆去医院检查 说怀了双胞胎 就请姐到我家吃了饭 没想到姐她喝多了 后来就在我家住下了 对不起啊 姐夫 不知道姐没回来 你会睡不着 周伟鹏明显想缓和尴尬的气氛 如果没有夏宇秋这段时间对我的冷漠 我或许会一笑而过 但现在我心头满是怒火 冷声说道 周伟鹏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老婆到另外一个男人家里过夜 你会怎么想 周伟鹏的笑容立马僵住了 忙解释道 姐夫你听我说 昨晚我老婆也在家 我和姐她 够了 一旁沉默半天的夏宇秋怒喝一声 对我大声呵斥道 留好你什么意思 难道和你结婚了 我就不能有点私人生活 私人生活 我冷笑两声 夏宇秋你记住自己是个已婚女人 老公和孩子都在家里 你居然到别的男人家过夜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这还是我在家 我没在家的时候 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我压抑太多天了 这一刻就如同弟弟涌动的岩浆 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口子 夏宇秋气得脸色铁青 脱口怒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不要过了 我脑海中如遭雷击 夏宇秋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记得结婚前有一次我们聊到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可能会有矛盾 可能会吵架 我们共同约定 无论会不会吵架 无论吵得多凶 谁都不能开口说不过了 现在夏宇秋居然 我心如刀割 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旁边的周伟鹏觉得实在待不下去 和夏宇秋打声招呼就走了 这时候 岳母带着我儿子下楼买早餐 见到我们两人大眼瞪小眼 猜到我们是在吵架 雨秋你做事不要太过分了 一夜不回家还不给我滚回去 夏宇秋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岳母让我儿子跟着夏宇秋回家 她走到我跟前问道 阿豪 你们两口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在小区吵架影响多不好 我没有回答 无论夏宇秋做的事情多么过分 岳母帮忙带孩子已经很辛苦了 我不能冲她发火 见我不说话 岳母叹了口气继续劝道 阿豪 我知道雨秋这孩子脾气大 是我从小没有教育好她 你身为男人就多担带鞋 看看你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 凡事往江来看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啊 生活越过越好 难道我要因为这些没有任何证据的猜测 就这样毁掉一个家 我硬了声 默默地回到家 接下来几天 我和夏宇秋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就仿佛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好几次我鼓起勇气 想要主动找她聊聊 可看到她那冰冷的表情 我又打住了 时间一晃 我的假期快要结束了 开始想着回家后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心中说不出来的苦涩 又是一个周末 岳母带儿子出去玩 想给我和夏宇秋一点私人空间 好好聊聊 夏宇秋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刷手机 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我走了过去 柔声道 雨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夏宇秋没有说话 依然还在刷手机 我们半年没见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就对我这样冷淡 我再次问道 夏宇秋刷了一下坐了起来 我怎么冷淡了 你不就说我没满足你吗 你们男人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也不想想一年才赚几个钱 凭什么你回来我就要满足你 这句话把我彻底激怒了 都说夫妻小别盛新婚 夏宇秋居然故意用这种事情来羞辱我 一股无名之火从心底悠然而生 我怒道 你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 说就说 我就是不给你 有本事你让我不用这么辛苦的每天上班啊 夏宇秋大声吼道 我怒不可遏 双眼赤红 除了怒火只有怒火 一把抓住夏宇秋的衣领 我在外一个人辛辛苦苦养家 赚的钱全都寄回来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一边大吼 一边撕扯着夏宇秋的衣服 夏宇秋拼命挣扎 她哭着喊着让我放开她 可我此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根本不想理会她的哭喊 突然 我的电话响了 眼角的余光 看到是儿子的电话手表打来的 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接起电话 爸爸 中午你想吃什么菜呀 儿子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 你喜欢吃什么 爸爸就吃什么 我强忍者泪水说道 挂断电话 我站在夏宇秋房间门口 终究没有勇气去敲门 第二天 我的假期到了 我有点犹豫 不知道要不到买票去上班 这次回来两口子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我无法想象半年后等我回来 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再说了我心中始终有个疑问 夏宇秋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记得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 她很清楚我手里没钱买房 但她最后毫不犹豫选择了我 即便半年前我回来的时候 夏宇秋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有一股强烈的预感 这半年期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夏宇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考虑了很久 我决定找领导再延半个月假 领导听说我要延假 非常不高兴 把我狠狠臭骂了一顿 打工的生活就是这样 根本没有什么尊严 我默默承受着领导的怒火 好在最终批到了假 第二天 我收拾好行李和岳母 儿子道别后 一个人打车去了火车站 到了车站我自然没有上火车 而是返回市区 找了家便宜的旅馆住下 这里距离夏宇秋上班的工厂不远 方便我调查出真相 躺在旅馆的床上 想着回家以来半个月的遭遇 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以前我绝对不会想到 有一天自己居然会有家不回 躲在一个小旅馆去监视夏宇秋 接下来几天 我白天躲在小旅馆中喝闷酒 到了夏宇秋快下班的时候 就离开旅馆 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观察 连着几天 我并没有发现夏宇秋有什么异常 我又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或许夏宇秋只是和大多数女人一样 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了激情 这天我看着夏宇秋下了班 骑上她的电动车回家 我不知道该失落还是该高兴 我返回小旅馆后继续喝闷酒 如果再过一个星期依然没有发现 我只能选择去上班了 喝了几瓶啤酒 我的头有点晕乎乎 正打算睡一觉 突然传来一声短信提示音 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滴滴自动推送出行短信 当初夏宇秋把我的号码 当作紧急人联系方式登记 只要她打滴滴 我就会收到她的出行短信 我内心咯噔了一下 这么晚了 夏宇秋明明刚刚回家 现在她打滴滴去哪 点开短信链接 赫然显示的是玫瑰酒吧 晚上去酒吧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去 夏宇秋约了谁 我一屁股从床上坐了起来 洗了把脸 让头脑清醒一些 出了旅馆 打了一辆车直奔玫瑰酒吧 等我到的时候 再次点开滴滴的推送短信 上面显示夏宇秋的行程结束了 也就是说她已经到了玫瑰酒吧 我左右打量了一阵 确定没什么熟悉的人 便一头走进了玫瑰酒吧 里面音响特别嘈杂 不少男男女女挤在中间一个舞池中央 在射灯的照耀下 疯狂扭动着身躯 舞池边上有不少卡座 这个点正是酒吧生意火爆的时候 几乎所有卡座都坐满了人 担心被夏宇秋发现 我来的时候就戴了口罩和帽子 相信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 即便走到夏宇秋面前 她也很难发现 顺着卡座 我开始搜索夏宇秋的身影 我的心情非常纠结 也很害怕 害怕会亲眼看到 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终于 当我的目光扫向一个卡座的时候 看到了夏宇秋 她身边坐着一个 50岁左右的秃顶老男人 这不就是那天晚上 吃完宵夜 送夏宇秋回家的那个老男人 大晚上 酒吧中 一个老男人和夏宇秋来这里 不用想都知道 两人的关系不正常 好在两人目前 并没有太过亲密的举动 我脑海中还剩下唯一的幻想 也有可能并不止他们两人 还有同事没来呢 可很快 我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夏宇秋和那个秃顶老男人 喝了几杯酒 老男人的手就放在了夏宇秋的腿上 夏宇秋 哥哥直笑 并没有任何反抗 我只觉得一阵眩晕 如果之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我的猜忌 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我怒火中烧 随手操起旁边卡座上的一瓶酒冲了过去 你干嘛 卡座的哥们见我拿他们的酒在后面喊道 这时候我满脑子只有怒火 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 这边的吵闹很快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夏宇秋和那个老男人也转过头看向这边 当夏宇秋看到我的时候 他眼神中明显闪过了一丝慌乱 可惜我管不了这么多 哐当 一酒瓶直接砸在那个老男人的秃顶上 啊 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 用手拼命捂住裂开的地方 我反手一巴掌打在夏宇秋脸上 这时候酒吧的工作人员飞快赶了过来 酒吧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打架闹事 很快我就被几个壮汉给嫁住了 动摊不得 兄弟 有什么恩怨你们出去解决 不要耽误我们做生意 一个壮汉说道 然后他们就把我嫁出了酒吧 同时夏宇秋和那个老男人也被请了出来 我心中的怒火并没有完全释放 冲过去抓住老男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老男人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号 夏宇秋跑过来拼命求饶 柳豪你先住手 万一把人打死了你也逃不掉 我反手又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都这时候了 他居然还在为这个老男人说话 足足十多分钟 我打累了 老男人也已经躺在地上不怎么动弹了 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喘了几口粗气 转身就走 柳豪你去拿 夏宇秋从后面追了过来 可惜我根本就不想听夏宇秋说任何话 这个女人背叛了我 背叛了这个家庭 我现在只想和她划清界限 夏宇秋从后面拉住我 柳豪多大的人了 还这么冲动 我和同事出来喝个酒 你犯得着这样小题大做吗 小题大做 难道非得要我桌间再闯你 才肯承认吗 我大吼道 夏宇秋愣住了 眼泪刷得流了下来 别装了 明天带上证件 我们民政局见 孩子跟我 丢下一句话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小旅馆 我仰头猛灌了一瓶啤酒 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好好一个家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停地问自己 始终都想不通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夏宇秋发来的短信 柳豪 既然都到了这一步 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分手吧 孩子不可能跟你 看到信息 我吃笑一声 果然 他已经丝毫不掩饰了 你这种行为 孩子跟着你是一种耻辱 发完这条短信 我把手机丢到一旁 独自喝着闷酒 下定决心 明天一早 就和夏宇秋去民政局 这样一个为了钱 毫无底线的女人 我无法和她继续生活 只是一想到孩子 我的心就在滴血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以为是夏宇秋打的 我就没有接 可电话响得没停 我拿过手机 想要直接关机 没想到是我妈打来的 我犹豫了很久 还是接起电话 啊好 听说你和宇秋吵架了 你都多大人了 怎么还能这么任性 电话一接通 就传来我母亲 责备的声音 我哽咽了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担心只要一开口 就把事情说出来 父母为何操心了一辈子 我真的不想再让他们担心 啊好 你怎么不说话 宇秋是个多好的姑娘 你要是把她气走了 我可饶不了你 母亲继续劝说 我知道了 应了一声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泪水再也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长这么大 第一次觉得 人生为什么会这么难 在酒精的作用下 我迷迷糊糊中睡去 梦里全是我和夏宇秋 当初甜美的情景 当初的她年轻美丽 在众多追求者中 选择了平凡的我 我们一起在夜里看星星 一起乘坐轮船去小岛野吹 梦到最后 突然出现一个恶魔 吞噬了所有的一切 我猛然惊醒过来 身上早已经被冷汗打湿了 看看天色已经蒙蒙亮 我已经没有任何睡意 起身简单洗漱了一番 背上行李 缓缓朝家走去 或许很快 那个曾经无比向往的家 将不会属于我了吧 这是第一次感觉脚步如此沉重 终于我走到了家里的小区门口 却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正是我老婆的那个结拜的弟弟 周伟鹏 姐夫 周伟鹏和我打招呼 虽然对周伟鹏的出现 感到有些好奇 但此时的我根本就没有心情 和他说话 微微点了点头 就打算回家 姐夫先别急着走 我有事情要和你说 周伟鹏拦住了我 什么事 我不耐烦地问道 其实我姐有事情在瞒着你 瞒着我 我冷笑了一声 夏宇秋瞒着我的事情太多了 你现在说这些 难道是在羞辱我吗 姐夫你误会了 从你回来发生的一切 都是我姐故意安排的 周伟鹏道 够了 我怒喝道 夏宇秋背叛了我和这个家庭 居然还要故意羞辱我 这让我怒火中烧 再也控住不住自己的情绪 周伟鹏下的身躯一抖 连忙说道 不是 是我解得了肿瘤 不想连累你 所以才故意做出这一切 想要你主动提出离婚 什么 我如遭雷击 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两久 我才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周伟鹏的胳膊 你再说一遍 周伟鹏叹了口气 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医院的诊断书递给我 我颤抖着接过这张诊断书 很快 眼泪再也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半年前 我姐诊断出了这个病 当时是我陪她去的医院 我劝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姐夫你 但我姐找医生 简单问了下治疗费用之后 她决定要瞒着你 后来 我姐更是想到了一个 逼迫你主动提出离婚的办法 你回来后 她对你的冷漠 还有那晚我姐到我家喝酒 都是我姐故意安排的 周伟鹏说道 她每说一件事 就如同在我心头 用重锤狠狠地敲击了一下 那 昨晚酒吧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 周伟鹏又是叹了口气 我姐发现你根本就没有离开 猜你会留下来找证据 所以计划了那一幕 被你打的那个人 是我姐的一个远房舅舅 要不然你觉得 凭什么人家被你打的不还手 这 听完周伟鹏的话 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万万没想到 夏宇秋为了让我离开 居然默默地做了这么多事情 如果不是周伟鹏 拿着诊断书给我看 我绝对不相信 世上还会有这样傻的女人 不就是生病 需要钱治疗 我们还有点存款 不够的话可以把房子卖了 只要人在 所有一切都有希望 这一刻 我很想把这些心里话 说给夏宇秋听 姐夫 你打算怎么做 周伟鹏开口问道 当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帮你解治病 我大声说道 看来我今天没有来错 周伟鹏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很快 我和周伟鹏一起到了家 夏宇秋看到周伟鹏和我一起 眼神中闪过了诧异 宇秋 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声音哽咽 只想把她搂进怀里 夏宇秋沉默了很久 才开口说道 你知道也好 我们今天就去把离婚办了 好聚好散 万万没想到 现在她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宇秋 我已经决定 就算把房子卖了 也要帮你治病 我坚定道 卖了房 我们孩子住哪 再说 为了一个根本就没可能的希望 何必浪费金钱 夏宇秋说得非常坚决 这一幕 让我想到了电视中 那些因为钱 甘愿放弃治疗的片段 从没想到 有一天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既然你说到孩子 那我问你 将来有一天孩子大了 得知这件事会怎么看她父亲 我大声质问道 夏宇秋不自觉后退了半步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结 难得姐夫有情有义 你更加不能放弃希望 周伟鹏也劝说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们三人谁都没有在说话 良久 夏宇秋看了一眼客厅中的全家福 好 我答应配合治疗 听到这句话 我和周伟鹏 都松了一口气 从这天开始 我带着夏宇秋 踏上了坎坷的求医之路 全国各地有名的肿瘤医院 跑了个遍 结果都不理想 就在我们继续快要用完 打算卖房子的时候 周伟鹏打听到有个老中医 方济配合针灸 对这一类病情很有作用 听到这个消息 就如同在黑暗中 给了我们一盏明灯 当天我们按照地址 找到了老中医 一番简单的诊断之后 老中医开了一个月的药 让我们回去吃 一个月后 夏宇秋的病情明显好转 他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我们再次坐车找到老中医 他加开了半个月的药 还特意交代一声 吃完这半个月的药 就不用来了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问道 大夫 您的意思是 我隐约猜到了什么 又不是很确定 半个月后 你只要在他背后的 魏鱼血按压 没有痛感 就证明病情彻底好了 如果你们还不放心 可以去医院做检查 老中医说完 给我详细讲解了 如何寻找魏鱼血 我激动地 当场给老中医跪下 他给了我们全家人希望 半个月后 我按照老中医教的手法 按压雨秋的魏鱼血 他没有疼痛的感觉 我们两人抱在一起 大哭起来 这段时间的阴霾 全都一扫而空 为了彻底放心 我带着雨秋到医院 做了详细检查 结果证明 肿瘤真的消失了 就连医生看到检查结果 都是满脸的疑惑 还问我们 是在什么地方看好的 离开医院 我们买了一大堆礼物 坐车前去感谢那位老中医 没有他 或许我们已经卖了房 还在全国各地求医 到头来 钱花了不说 还耽误雨秋的病情 从那一天起 我和雨秋的生活 回归了正常 她对我比以前更好 我的生活中 多了个爱好 研究中医 我害怕再有一天 亲人和朋友 对病痛折磨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